We wish you a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二来 现代追求饮食健康的观念 也不容许自己放任过去的大鱼大肉 因此在异乡过年 顶多只能尽量制造一些年节的气氛 自我满足一番 休斯顿中华文化服务中心 在病毒疫情威胁犹存的2021年 已充满农历新年气氛的线上节目 与民众侨胞一起迎接新春的来临 为大家增添了浓浓过年的热闹气氛外 也让无法出门的侨胞 仍然可以以另外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团聚过新年 文化中心三天巧妙安排的节目内容 展现了该中心对宣扬文化 关怀社区族群融合的用心良苦 由于服务对象不只是亚裔族群 而是所有社区大众 因此今年这一次的新年节目 也让主流民众观摩了一下 亚裔族群的文化特色 文化中心这一次分别在连续三天 分享了线上节目 从第一天介绍不同族裔美食文化特色 第二天的文化才艺演出 到第三天中华年节习俗认识等多元的内容项目 整体结合了不同文化与一堂 增进了不同文化民族的情感 消弭了彼此间的树立感 扮演着融合文化使者的角色 巧妙地宣扬了中华文化 同时也让华人在疫情当前 经历了另一种风情的农历新年 为新的一年迎来好预兆 欢迎迎订阅新年代 和表达最高兴 这种旅行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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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